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从小我都一直对美术都很有兴趣 后来我选择了巴鲁丁学院 毕业之后我其实还不是100%职业画家 后来进来德罗古拉州 我慢慢渐渐已经成了全制艺术家 德罗古拉建筑物它的全身是德罗古拉家庭 NAC在1996年就有个概念 说要把德罗古拉成立一个住房的项目 当时大概有20位画家提出申请 我是当时第一批进来的画家之一 这个厂房秀的确以我个人来说是有帮忙到我 因为有这个空间 让我能够很静静地在这边创作 跟做实验 你现在坐在这边就可以感觉到这边很近 虽然外面有马路听不到汽车的声音 而且周围环境有树木有花草 空间是很足够的 我这20年来我已经做了大约30件的公共雕塑 那么其中比较文明的就是 China Square里面的Japtay Rickshaw以及Kuli 从1970年开始 我对绘画跟雕塑都有做一些实验 当时我是住在Iran Club 是一个乡村地方 我可以没有业务地做一些实验 空间储存 这些作品都没有问题 1981年的时候我搬进这部组屋 大型的实验不能储存 我都要丢掉 就很少做了雕塑 那么我主要是做绘画 1997年的时候我搬进Telokula 我又能够重新做回我这个雕塑 我可以说这里也给我很大的发挥的机会 假如我不来这边我做的东西 我想可以想象的是应该没有这么大的气魄 我1997年进来的时候是属于一个中原艺术家 来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前辈 通常我碰到他们都会有一些交流 他们很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 比如说他们的绘画的技巧 或者他们对艺术的看法 其实我们跟他交谈 写了很多东西 我们谈起Telokula这个建筑物 当时是一座小学 Telokula小学结束之后 Lasa College of Art借管用了几年 然后拿去做Art Housing Scheme 给艺术家应用大概20年 其实这个空间没有浪费 对于一些旧的建筑物重新应用 其实也是一个巧合 假如有一天Telokula 艺术理事会来告诉我们 说我们多5个月 我们需要搬迁你们搬出去吧 我会找一个地方租了就搬出去 我在这边也已经20年了 我们也要觉得应该 让其他的人年轻人 有一个机会 这个才是公平的